虎啸龙吟正在热播 剧中除了精彩的斗智动影片段 让人看得大呼过瘾以外 其中吴秀波饰演的司马懿 感情生活也是备受关注 毕竟他谈的不单单是爱情 刘涛饰演的张春华 作为司马懿的结发妻子 在第一部中与司马懿共患男 享富贵 虽然有时候是泼辣蛮横一点 但是对司马懿那绝对是真爱 两个人一直被称赞为模范夫妻 让人羡慕不已 直到张军宁饰演的柏林军的出现 彻底打破了这对模范夫妻的生活 在第二部中 张军宁聪明又漂亮 见识独到 本是曹平安排在司马懿身边的奸细 不想与司马懿日久生情 并且几次救司马懿于危难之中 所以正夫人张春华 才会在快要病死的时候 把司马懿托付给柏林军 张春华死后 司马懿痛苦不已 甚至装疯卖傻 还好与柏林军的陪伴且悉心照顾 才让他度过了丧妻之痛 可是后来柏林军也被曹爽的人 给活活烧死了 再次丧妻之痛 让司马懿在晚年得势的时候 更加疯狂的残杀 与己见不同的人 好了 小伙伴们 今天的美人娱乐剧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伙伴们